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纳莫本师释迦谋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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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莫十方三世 纳莫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纳莫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纳莫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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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见闻得受识 愿解如来 真实义 愿解如来 真实义 一切诸佛如来 其他所说的经典有什么不同呢 轻轻也说过一下 今天严格来说 是正式去转动 这一本大方讲 《袁国收多罗了了了》 《袁国收多罗了了》 今天除了讲经题解释 《易经者》之外 正式会进入经文 现在我们先解一解经题 先解大方广 《袁国收多罗了了》 《袁国经》 大方講嚴格來說是一個分類 因為佛陀時期亦經過 早期我們的古德 將佛陀講經說法 曾經判了五時說法 佛初說話嚴 對著法身菩薩講的 對著大事講的 如來在這個世間成佛之後 然後 未收弟子 所有天界眾生 禮佛 凡天王 帝釋天等等 無量諸天 乃至無量佛陀 裏面有無數菩薩 都讚嘆釋迦牟尼佛 佛就講華嚴經 蓮花莊嚴經典 接著佛陀說完華嚴經之後 油化世間 導引外道 五比丘及很多外道 成為他的聲聞弟子 所教他們 就是講國誤解脫之法 就是阿含期 我們叫集淚期 即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韓服很多外道 能夠攝很多外道 入於一個真真正正的解脫道 入解脫道其實都是 方便 圓滿眾生的願望 一個當時很多外道 真是想解脫不想生死的 只為一個自私的小念 儘管是靜到阿羅漢 儘管是靜到癖之法 也好 他就達到自己修行 自我圓滿的目的 但是未能夠合於如來出現 在世間為眾生開佛之見 視佛之見 令眾生誤佛之見 入佛之見 這個目的 所以在令很多大乘 很多覺悟者 即是小乘覺悟者 已經得正果的時候 佛就為他們開展大方廣 甚麼叫大方廣呢 他是說修行人的心量 這個心量 如果我們只是為一己 儘管我們見性覺悟解脫 但是都不能夠周遍法界 更加不能夠盡知一切真相 一個阿羅漢不盡知一切宇宙真相 一個癖之法不能盡知宇宙虛空一切真相 為甚麼 因為他的心靜止了 只是由一念去到無 但是怎樣由一念 騙滿虛空呢 就是大方廣的範疇 所以 古德判教 佛對著這些異性人 跟他們講法菩提心 跟他們講法大誠意 行菩薩道 慈悲喜捨 騙滿宇宙虛空 心量大成怎樣 大到無盡的 叫做大 廣又怎樣 無所不至的 騙滿的 叫做廣 方 方便騙一切的方所 無有窮盡 就叫做大方廣 好像宇宙虛空 算不算大方廣呢 宇宙虛空就是典型的大方廣 的 顯現 大方廣 跟著 佛講完大方廣之後 就是救眾生 但是在救眾生的期間 如果 菩薩一染著世間的話 他有沒有覺悟到 沒有 又回到以前 就是退轉了 就是由義成 本來我們由凡夫地 去到義成地 就解脫 接著就發大方廣之心 行菩薩道 一行菩薩道 那時候 一入世的話 又跟世間的東西 是不是又夾諜了 又會退轉 又會執迷 所以 杜拉美跟他說 般若 在金剛經裡面就說 所有大乘菩薩 發阿紐多羅 三秒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 應該要怎樣住 如何如是 降伏其心 雖然大方廣 為什麼在金剛經 會看出大方廣 又是 因為他說 所有一切眾生之旅 所有有沒有盡 沒有 是不是騙一切方所 是不是廣大無邊 是不是若卵生 胎生 濕生 化生 有息 無息 有想 無想 非有想 非無想 我皆另入 無如裂盤 而滅道 知 是不是這樣 大方廣就靠 眾生 無止境地行 普然圓 利落一切眾生 是不是大方廣 就是了 有違法 無有窮盡 但是與此同時 要無掩 要知是假的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 應作如是觀 對不對 所以大乘修行人 發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的修行人 應該要如是住 如是韓伏其心 這樣就對了 那 這種智慧 叫做甚麼 般若 所以叫做 歸納為般若期 有時間的 初說華嚴 一般做不到 因為佛對 發生大事 菩薩講 然後 最主要是道歐瀚 即道外道 說歐瀚雜類 令他們得解脫 四聖帝 三十七座道品 十二恩怨 見性覺悟 沒多久 覺悟了之後 就教他們大方廣 大方廣要入回入 陳奴 一切世間 行 沙劫 陳沙劃 要面對一切的眾生 來誓以救度 但是 如是滅道無量 無邊無數眾生 要記住 實無 眾生得滅道 無者 這就是般若 要明白 處於世間 而無染世間 但是如果 吳道眾生 有沒有般若 沒有 根本沒有般若的名詞 異成人入面 就沒有了 甚麼叫般若 對不對 我們叫他們文字般若 觀照般若 實相般若 都是一個引涉 般若的定義是甚麼 是解述 菩薩要入回世間 廣道眾生的過程當中 吳染世間 這種智慧 就叫做般若 所以 方廣 大方廣之後 就講般若 般若到底是甚麼呢 附足 涅槃 仇記 好像妙法年花經 我想 習得阿朗多 羅三妙三菩提 有八萬菩薩 以大莊嚴菩薩為上手的 問 一齊問的 二口同聲 問世尊的 佛說有一法 法門名無量義 其一法 從一發生 這法叫做無上 無上即是甚麼 離上 是吧 但是又 伏悲悲悲宇宙 虛空一切世間 無恥劫離 顛倒夢想 因為有不同的愛慾 所以 流浪生死 菩薩悲悲 行順眾生 因為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說法無量 疑亦無量 這個無量義法門 能令 所有菩薩 疾得阿朗多羅三妙三菩提 是吧 我們有聽過 《妙法年花經》 《無量義經》 《金剛經》的朋友 應該是有這個印象 又告訴我們 原來 這些法門 是教授菩薩 如何去離上 道眾生 然後 德獲十方諸佛 壽記 這個就是涅槃時 法花涅槃 所以 五時說法 所謂華嚴 阿倫 方廣 波爺 涅槃 就是有這樣的含義 代表了 如來的 不同時間 說不同的法 這裏 形容詞 大方廣 即是這本《原國經》 是小法還是大法 大法 但是它是否在道眾生 是的 在道眾生同時期 它是原國境界 什麼叫原國呢 我們的國 我們 一切眾生 都具備一種國 我怎樣去形容這個國呢 我最近寫了一本書 說什麼幸福美滿 快樂人生 當中我舉了一個例 我們人為萬物之靈 是不是 我們人有一種特別的 跟其他動物有些不同 或跟其他死物不同 為什麼呢 我們有知國 一個死屍 和一個活生生的人 如果你檢查他的DNA 檢查他的構造 是不是一樣 一樣 但是為什麼死屍不會動的呢 我們會動的 因為他沒有國 對不對 因為我有國 是不是 我們說六道眾生 所有眾生有生命的 是不是都有國 但是這些國 完不完呢 不完的 我們的國是什麼 是撿眼前 對不對 是撿自己喜好 喜悟的東西 撿自己 喜歡的東西 以及不喜歡的東西 而產生一切的行為 因為我們的國 是被東西鎖住的 被環境鎖 被自己的身體鎖 被自己的 欲念鎖 等等 煩惱鎖 或者我記仇 我很執怪 我很享受 諸如此類 或者我很喜歡研究一些東西 總是被不同的東西鎖住 所以我們的國 是被困的 對不對 被東西騙了 被困擘的 什麼叫做圓國 圓國的意思就是說 圓者 不是 不是 四方圓的圓 是圓滿的圓 留意一下 這個圓國 不是說 那個國很圓 不是 是 是 是很圓滿 沒有缺漏 我們叫做圓滿 原來 這本經是講 所有如來的 圓國境界 我們說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七日七夜 我自己個人的體會 不是說 因為我看很多典籍就說 他在菩提樹下 又參與十二恩元 又進入種種禪定 我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 菩提樹下的 色達多太子 是什麼都不起念 乃至 是無有小法可收 無有小法可得 為什麼呢 因為 一個太子 經過了 很多年的禪定 亦經過了六年的 虎收 到最後 發覺完全是 嚴格來說是走投無路 發覺不對 不行 接受了 一個 牧羊女的 貢養 喝了些羊奶 身體恢復體力 沿著年利害 一路走 走了很遠很遠 去到一棵菩提樹下 他講一句說話 他說如果我不 不在這裡 覺悟的話 從此 世不起座 是嗎 零死 世不起座 意味著 他在那段時間 是準備 不要生命 不要生命 都不回去皇宮 他其實一回去皇宮 就不用死了 對不對 立即有皇帝做 他不是 他不要 他救眾生的心 有沒有退過 沒有退 他求 他菩提心有沒有退 菩薩心有沒有退 大乘行有沒有退 沒有退過 但是他為了 這個目的 他連最後 連自己的生命 都布施了 是這樣的意思 是不是 你看得到 很清楚 因為 他的知覺 已經不給 不給自己的生命 不給自己的欲念 不給一切的煩惱 潛薄 所以經過七日的淨化 到最後 明星閃耀 一煞那間 豁然開誤 進遣宇宙 最圓滿的知覺 留意下 這種知覺 還有沒有一種知覺 可以在他之上 沒有 叫做無常 真不真正 真正 平平等 平平等 所以 無常 正等 正覺 又叫做 一切 種子 這個如來 這個修行人 就被稱為 世上最尊貴的 稀有勢尊 世間最尊貴的 如來 如來 代表了甚麼 金剛經裡面怎麼說 如來者 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如如不動 是吧 即是說宇宙虛空的本體 在哪裏來的 沒有在哪裏來的 是不是 會去哪裏 他不會去哪裏的 一向在這裏沒有動過 但是這個知覺 已經正片之 一切的真相 這個定義 名為 原覺 這種知覺 我們給一個形容詞 叫做 原覺 修多羅 修多羅 修多羅是一些 蘇丹娜 是一些 繁文的拼音 裏面是說甚麼呢 是說 契經 契經 即是經典 契經有個標準 不是說 這個真是經典 這個人說的說話 真是經典 世間人說的 所謂經典的說話 不是契經 為甚麼 原來契經有個標準 未必一定是契經的定義 就是 所以 稱得上修多羅的 他的義理 一定 合乎 宇宙間 真實的義理 真實的現象 才稱得上是 就是契經 契經 契合一切真理的經典紀錄 這些說話 就叫做修多羅 所以叫契經 他叫做修多羅 了義 了達 第一二弟 了達 最真實的二弟 義者 真義也 甚麼叫真義呢 真的是永遠不變的 變的 就是不是真 對不對 經常變幻的 是不是真 不真 真的東西是永恆的 不變 先問 宇宙虛空 是不是真的 是一向在這裏 那你的樣子 昨日又是這樣的樣子 今天又是這樣的樣子 十年前又是這樣的樣子 五十年後 不知道是甚麼樣子 是不是 就是我們的樣子 是不是千變萬化的 那你過去做過黑衣 做過皇帝 做過臥鬼 地獄 畜生 做過帝色天 繁天皇 那誰是你 個個都可以是你 真是假的 假的 留意一下 我們的國 染了在不同的身份 所以我們的國 不完 了不了意 你做甚麼事都是在假的地方去做事 你的二弟叫做不了意 你明白嗎 但是這個了意 了達宇宙最真實的二弟 通透了 經 經就是修多羅的 另外一個形容詞 這是一個聚會的教化紀錄 通常 凡在佛經所說的東西 都是由如來今口 去教化弟子 紀錄下來的 我們叫聚會紀錄 又或者用我們現代的術語說 這是會議紀錄 上課紀錄 紀錄了甚麼 紀錄了有一次佛陀 對著弟子講大方講 講大方講的原理 不是小誠法 是吧 不是小誠法來的 不是說自了解脫就算了 又不是世間凡夫人天成的 專講莫足中善風行 享福啦 不是那些東西來的 是講大方講 如何證得 如來的原國 契合真理的 了達一切真相的 聚會教化紀錄 就是這個經題 我們看經 當然古德會用五重元義的形式去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五重元義 色名 辯宗 名體 顯用 人法如立題 諸如此類 我自己 我不是很喜歡 我自己個人喜歡 我覺得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 可以這樣去理解一本經 但是我覺得 我想 一針見血 直接 令大家 進入到 這個經文的主題 即是 記錄這個名 這個名字不是我們改的 不是說你喜歡加個名字 改一下 不行的 佛講的 佛在後面講的 當何明此經 我等雲何諷詞 是佛說的 即是這個名字 是佛改下來的 我們嚴格來說 我們不能改名字 所以 對其他人 可以隨便作 佛經 就真的是 完全是興法萬教 我覺得 是 不接受到的 作為佛弟子 一定是恭敬 如來 恭敬 一切法 所以呢 我想大家 直接 理解 這部佛經 裏面所講的主題 原來這部經 是佛陀 教授 菩薩 如何 可以 證到 圓滿的 無邊無際的 遍一切處方所 無窮無盡的 圓滿各誤境地 這些教法 絕對契合 真理 了達 真諦實意 第二的 聚會教法紀錄 就是這個經題 希望大家 明白了這個經題所講的 重點 凡是大方講 是不是對人天誠講的 先問大家 一定不是的 不是的 有人說對一切眾生講 不是 他一切眾生 都要適合時間 才能聽得到 比如一間學校 一切眾生都可以畢業 但是 這本經 大學的課程 對著哪 是不是對小學人說的 不是的 不是說小學不會讀大學 不過不是那個時間 輕的意思 但是一說到大方講 他一定是對 異成人 或者是 是大成人講的 令到他們發菩提心之餘 怎樣將現在的心願 心量 是騙一切處 記住 騙一切處 和解脫生死 有兩個不同的定義 例如大家 一個小成人 我知一切 我上 人上 眾生上 受者上 都是 亡 清靜 我可以證 水陀喚 斯陀喊 阿羅喊 阿羅漢 四果聖人 尚且沒有四相 對不對 但是他是不是大方講 不是 記住 因為我心未大過 我是凡夫 貪色名色碎 然後覺得 八虎結集 生腦病死 種種煩惱 我為生死 求烈 盤而修行 我出發怎樣去為自己 所以我達到清靜 都是一念 一念到最後 沒有了 但是沒有大到 因為在空間當中 無大無小 是 在實意上是無大無小 但是在 知覺上 是有分別的 在知覺上有分別 當然這個知覺 你可以說 都是亡 都對 但是 你能不能夠 導引一切眾生 不行 你可不可以攝取佛土 不行 你可不可以成就一切種子 你可不可以證到如來的結果呢 是不行的 但是 十方諸佛來這個世間 不是讓我們覺悟 見性那麼簡單 是讓我們 皆得 阿紐多羅 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 畢竟成法 所有如來 菩薩來這個世間的最終作用 就是令一切眾生成法 所以 一個異成人 以一個空相 是未有根基 去聽大方說的 但是直至到他興起慈悲喜捨的心 再回入塵盧的時候 諸佛菩薩 就為這些眾生 說大方說 如何去報師 持戒 忍辱 精進 你都解脫了 我何必要做這四樣東西 不用做了 對不對 就在導眾生的時候 就要做了 導眾生的時候 是不是要報師 是不是要忍辱 是不是要持戒 是不是要精進 對不對 同時 你要 慢慢 收回你的定 然後 波爺 衰處一切世間 不讓一切世間染 但是都未正大方說 十波羅蜜當中正大方說的後面那四波羅蜜 是不是方便 行順眾生 應以何生得到 現何生而為說法 是不是行順眾生 我所分身變滿百千萬億 行河沙世界 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生 每一生到百千萬億人 是不是行順眾生 方不方便 方便 是不是大 慢慢大 做不到 死了 我說夠他 我做不到 怎樣 菩薩做不到他又怎樣 就發願 一式發願導眾生 不用說了 生生世世都是菩薩 因為菩薩本能 一做不到 就向虛空發願 一發願就可以了 他將來有這種能力 所有菩薩的大威神力 所有菩薩的正業能力 開曉眾生的能力 攝引眾生的能力 乃至將來攝取佛土 成就佛生的能力 在哪裏 就是願 沒有願 有沒有這種果佈 大方講願 然後到最後正佛身 都是願 是不是大方講 正到佛 原來他知道 真是假的 假的 這個就是般若了 明白嗎 這個就是般若 原來佛 菩薩 原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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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文 每一個人都被十方三勢如來互念 攝住你 沒有得走雞 我說句句你都明白 我為甚麼說 我為甚麼都不知道 你為甚麼明白你都不知道 為甚麼 如來互念 不可思議 現場的人 當然有這個殊聖恩怨 聽碟 將來看視頻的人 你恭敬都能夠感覺到 好了 解釋一下這個易經詩 易經詩 叫大唐 繼賓 三藏 佛陀多羅 易 大唐 大家都知道甚麼 即是唐朝時期 是不是 唐朝時期 繼賓 繼賓是甚麼來的 原來 一去分 去分 再遠一點 漢朝時期的西域國名 一直沿用於 去到唐朝 都是用這個叫繼賓國 位於印度的北部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今天的 赫什米爾一帶的地方 這個中亞地區 這個地區 就叫做繼賓國 即是在大唐時期 沒有很詳細說 哪一個皇帝 繼賓 來自 一個繼賓國的 三藏佛陀 三藏佛陀 三藏是形容 這個法師不是普通法師 是通三藏的法師 Buddha 就是他的法號 三藏佛陀 就是他那個 法師的稱號 佛陀多羅 佛陀多羅 這個 這個出家人 因為 這個法師 在很多 我們找回的資料 記錄 這個法師的資料 不多 不多 只是知道 這位法師 是來自繼賓國 在大唐時期 是在中土 來到在繁文當中 去翻譯了這本經 這個意思 這裏 下面的資料 就是 給大家參考 大唐就是中國的唐朝 佛陀多羅在唐朝來到中國 中國 顧首賢大唐 就不是他的名字 是說時間 繼賓 就是漢朝時期的西域國家的名字 就是黑十米爾一大 這個 三藏是三藏法師的簡稱 通達經理論三藏的就叫做三藏法師 佛陀多羅呢 他翻譯了 他翻譯了 叫做 國救 這些我想都是一種的 翻譯方法 是北天竹 就是在北印度邊 繼賓國的人 唐時 來到中國 在洛陽這個白馬子 因為洛陽 現在的西安 就是當時的首都 譯出了大方廣 袁國修多羅了 二經 只不過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介紹 再翻譯 都看不到法師其他的資料 亦都因為這樣 有很多人說 這本經是偽經 亦都有人說 這本經是 不是真實的 主要就是 易經斯的依據 但是我自己看下去 根本 在這個世間 沒有一個人 可以作得這本經 你說得這本經的人 就是佛 沒有人說 你說偽經 就是有人作的 是不是 哪有這種智慧作 根本不可能有一個人 作得到這本經 可能 那個人說他偽經的人 是因為 不懂得看那本經的內容 他只是 憑 這個易經斯的資料 來 去 估算 這本經可能是偽經 但是他沒有深入 認識這本經所說的 實意 和說的 境地 我們知道 這本經 就是由 佛陀多羅 在 繼賓國的 三藏法師 在 大唐時期 來到 洛陽 就在洛陽 白馬子 譯出這本經 這就是經典記載的 緣起 好了 簡單 快捷進入 真正經文的內容 我在講這個經文的內容當中 我不想拖得太久 因為 裏面所說的 義理 最重要是 在 第一分段 就是今天這個 很重要 其他後面的十二分段 都是 坐靜 還有 很多 菩薩慈悲 觀察這個世間的眾生的根基 是不是真是個個都這樣上根 猛利 一誤即誤 一聽就覺誤了 不是說笑 好像剛才我們之前說 佛陀在菩提樹下覺誤 這種境地 你跟得到的 都是 很快了誤 乃至一念生正信者 這個種子中了下來都不得了 何況這部經所說的境地 這部經文字不難解 而裏面的實意難明 我就希望能夠障伐力 能夠為大家 抽絲剝繭 將這本經的細緻的地方 去 小心浮飾 因為 我們現在這裏講經 比佛陀時期 是 較為 又成 因為佛陀一講完 就沒有了 是嗎 但是我們現在講完 現在講 全世界都可能在不同地方聽 對嗎 還有 我們可以遺留下來 在DVD 在網站 永遠流傳 不得了 所以這個 亦都是代表了 我們 其實眾生的福利 都有 為何 又是末法時期 福利又那麼大呢 今天這一講 就會披露到當中的 那種的重點 好了 如是我聞 所有佛經的開頭這一句 都有一句 如是我聞 那麼 佛在臨列盆之際 我難問 如何證明 如來你所講的經典 是佛講呢 佛就說你在每一部經前面 加一個字 如是我聞 那是不是寫了下去就是呢 其實是有個含意的 不是說寫了下去就是 當然現在有很多藝經都寫 如是我聞 對不對 都有 意味著 這本經 紀錄的人 是有一個責任 我們 寫會議紀錄 是不是要寫明哪個紀錄 紀錄的人 還不重要 意思就是說 有人 要確認 擔保 我沒有寫錯 那麼你寫完會議紀錄 嚴格來說 你還要給 主席呀 或者有份人看 然後確認 裡面那個 內容 才行 這份是一個嚴謹的會議紀錄 同樣 如是我聞 嚴格來說 佛 教弟子 有一個小心 負責的 紀錄 但是這本經 和其他的經典 是有很大的不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外間有一種說法叫大乘非佛說 有沒有聽過 尤其是藍傳 一些小乘經典當中 他說 這些大乘經典 都不是我們 給休記的 對不對 我們給休記 就只有很少 就是藍傳的經典 三十七座道品 四聖帝 阿含 四阿含 是不是 或者一些 簡單的 經典 四十二章經 八大人國經 等等 那些經典 他們會接受 但是你一說到 華嚴經 華嚴經 是不是人記的 不是 還未收弟子 五比丘都還未收 那誰記呢 華嚴經 所以 嚴格來說 如果我們說 原始佛教的 修行人 他們未必接受大乘經 這個定義 是因為他們的紀錄 不是由人去記 我們說大乘經的出處是怎樣 那就是說 相傳就是 龍樹菩薩 他看了很多 亦的經典 看了 但是當時 就是當時在印度很多流傳的經典 他看到異成的經典 雖然是講解脫 是講覺悟 是講正聖人之位 但是都是站在修行人出發點那裏說話 是不是 譬如我怎樣 驗離生死 我怎樣 官 不靜官 五庭心官 等等 都是由自己去修行 於是乎 就解脫了 但是跟佛陀出家的宗旨是有沒有分別 有 佛陀是不是為自己出家的 不是 還有 佛陀的行為表示出來 他不是一個摩羅漢 佛陀一生的表達方法 是一個 菩薩 所以他看很多《二神經典》當中 他覺得 很全疑 很多疑問 接不通 明白嗎 接不通 於是他經常向天討告 便感動了龍王 龍王以神力 接著龍樹菩薩去龍宮飽覽 由天龍八部屬於龍王紀錄的經典 龍王我們都知道 我們假設一下 因為可能我是一個拍戲的人 我想到很多那些畫面 你想一下 我們看著天龍八部當然知道 釋迦牟尼佛寫兜率 鋼皇宮 鋼臣母胎 接著就成為釋達多太子 還有四天皇天的一日等於人間五十年 帝釋天繁天 帝釋天 所以我們講的是韜利天 一日等於人間的一百年 那你說他看著佛陀降世 看著佛陀修行 對不對 都不用半日 看完你了 直接看見你覺悟 看著你覺悟 是不是所有佛初成佛 是不是所有天人禮佛 你猜會不會記下 那不記的哪有《華嚴經》 對不對 因為佛陀成佛 無數佛國 無數菩薩 一一天界 一一菩薩 你就讚佛了 我們讀《地藏經》 不是有個角林菩薩的意思嗎 華嚴四回 是不是 第四回 耶摩天公 有菩薩讚佛 留意一下先 記住 那些是天界菩薩讚佛 就是比天龍八步記低的 當然了 龍樹菩薩在龍宮當中 看到這麼多 就只拿了 適合我們人類 人間的人體的範疇 就拿了下來 成為了大乘經典 當然了 你說得這麼神怪 一些比丘弟子們 他會不會這麼隨便接受呢 尤其他的心量 還是一個小智小念的 未去到大方講心量的人 他一看這些大乘經 他是不是會接受不到呢 即是你叫一個比丘做佛陀的行為 做不做到 大家都出家人 做不到的嘛 對不對 你行不行 所以 他們產生抗拒 所以我們只可以說 我們理解 我們理解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學佛 是要成佛 是要發菩提心 對不對 是要圓滿求學 一切大乘佛法 這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們對於大乘的經典 應該要抱著什麼心態呢 我覺得應該抱著一個 恭敬的心 來引入 如來所講的 這本經所講的道理 和如來一生的行為 你一拍過去看 等於那些 你就不用怕了 如果教你不勞而獲 你的額頭就說你成佛那些 你當然不要相信他 對不對 裏面所講的 全部同三法印 三十七座道品 十二恩元 十波羅蜜 普言行元 完全吻合的呢 你就不怕學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觀念當中 我們要解釋 如是我問 這個紀錄那個 嚴格來說 如果按照這個傳說是真的話 紀錄者應該是龍王 或者是龍公的人 當這個龍樹菩薩 多謝這個龍王 這個龍王就說 其實我們龍公所紀錄的那些 都不夠韜利天阿帝息主那些紀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下 看看《華嚴經》那些出場罪 其中紀錄龍王的名字 你有沒有留意 多不多 有名字的 那我是龍王 你也是龍王 大家龍王我當然認識你 記低一下 叫ABC龍王 這個甲月餅龍王 是不是 留意一下 有名字記低的 你看龍王那裡多不多 很多 即是說自己有 是不是 當然記得你先記一記 所以什麼什麼 菩薩記菩薩 當然記很多菩薩 比丘記比丘當然記很多比丘 龍王記龍王當然記很多龍王 在我的推論出來 我就覺得這個是真是龍宮的紀錄 他說 如果在韜利天那個 你見到的那些法寶 嘩 更多 為什麼 我們現在都懂得找幾部機射 是不是 你說天龍八步那些佛陀 宇宙最稀有的佛陀 在這顆微塵裡面成佛 所有一一天界 是不是拍得就拍 錄得就錄 記得就記 對不對 一個字每個呼吸都不要被它走過 是不是這樣 通常是這樣紀錄的 所以 這些紀錄 是會很詳盡 很精 很到位的 比起我們柯陷時期所記錄的那些 一時佛在那裏 有比丘問 甚麼 然後答甚麼 那些很簡單 你不會看到旁邊的環境 描寫的細緻 是遠遠不及大成經典的 的而且確的 這裏也說了一件事 如是我問 我自己個人體會 不應該是柯蘭記 應該都是龍王 龍宮裡面記 裡面的境界 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境界 一時即是有個時間 但這個時間 幾多年幾多月幾多日 不要說 只不過是講一個時間 一人間解釋為甚麼 婆騎婆 婆騎婆是甚麼來的 睡 當然有很多人 譯這些譯音 我自己感覺 因為 泛民有個叫做 博家梵帝 是吧 譯過來叫做 崩家花 崩家花 會不會就是婆騎婆呢 其實是一個譯音來的 婆騎婆 崩家花的代表了甚麼 世尊 世間 最稀有最尊貴的大導師 其實這些名字 達達加達 崩家花的 即是婆騎婆 博家梵帝 其實是古印度教 即是婆羅門教 都有的名詞 應用 是這個世間 最崇高最尊貴的身份的老師 就是用這個名字 我們說 石黑教 就用大熊 大熊 現在我們廣東 即是祝漢全佛教 佛陀的電叫做甚麼電 大熊寶店 即是世間大英雄 再沒有一個英雄 比這個英雄這麼厲害 所以 這些形容詞 都是不同的文風 不同的風俗習慣 不同的政治啊 文化啊 國家 所帶出來的一個形容詞 是形容甚麼 世間最稀有最稀有的 最比世間尊重的老師 這裏當然是指佛陀 佛陀 一時世尊佛陀 入於神通大光明狀 入了一個神通大光明狀 三回正受 一切如來光嚴註詞 是諸眾生清淨各地 身心殖滅平等本際 圓滿十方 不義隨信 一口氣 說到這裏 全部有關係的 通常我們講 我們記錄 會議記錄 首先是記錄了日期 對嗎 時間 接著是甚麼 你有沒有留意這裏沒有地點 留意一下 沒有地點的 是否靈袖山 是否世多臨縣 是否其樹級孤獨縣 沒有 沒有地點的 這裏令我聯想很多東西 婆劇婆是講世尊 他講當時 在一個時間 在一個地方 如來入了一個大定 這個定叫做甚麼 神通大光明狀 留意一下 他用一個入字 我覺得 大家知不知甚麼叫入 甚麼叫出 是否有入就是有出 我從這裏入去那裏 從那裏出回來 是否有出有入 有出有入是一個上來的 現象來的 譬如說 我是一個人 修行 剩下一個阿羅漢 是否改變呢 阿羅漢剩下一個菩薩 菩薩下一個佛 都有一個改變期 如是者 如來在這個世間說法 有他的形態 如來說完法 會保持一種狀態 就會 不向你們說法的時候 就會 我們叫做入 向你說法就出 是不是這樣 他說 安住於 一個精神 不是說 我要入去 我要閉關 不是那種 不是說我現在要去閉關 封閉自己 這種又出又入 不是 而是 不再出 只不過是靜止了 我們應該用安住 這個字 會比較貼切 安住於一個叫做神通 甚麼叫神通 你的精神在哪裏 在我把聲裏 在你自己的思維裏 在你的眼裏 在你的記憶位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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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 完全甚麼都不是 你的精神 通達到整個宇宙的實相本體 我名為 如來的神通 大光明 大光明 我個人看法 這些光 是由怎樣產生的呢 譬如說 一個阿羅漢 入了定 他的光是一點的 對嗎 因為他智光 有智慧 就有光明 但是 原來的光 不止智光 有沒有慈悲起捨 有沒有種種方便 有沒有種種怨靈 還有 這個如來的應化 是騙滿十方三世 十方三世都有功德的光 這些光 在宇宙本體 是不是出現過 是不是出現著 是不是將會繼續出現 這些光有沒有盡 OK 所以 沒有道眾生 是沒有這些光 沒有慈悲起捨 沒有方便道眾 是沒有這些光 所以 一一如來 都會放光 又不見我們凡夫會放光 又不見 阿羅漢的光可以片滿虛空 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須有智慧 微輕大悲 所以大乘修行 一定是悲智 兩樣東西 一定是 具足的 所以 這個入於神通 神通者 精神通達無外 大光明狀 這個光明 不是一個佛的光明 是一切佛的光明 因為 所有光明 可不可以離開整個宇宙 不可以在一個宇宙裏面 OK 即是說 前面的這一段 就是講述 在這個原覺殖滅境地當中 能夠衍生種種化道眾生的 這些現象出現 他説 一時 世磚入了一個精神通達無外 有智慧光明片滿的狀 即是 應該怎麼說 儲備 儲備 儲備在這裏 永遠在這裏 寶 即是一個 我們叫寶藏寶藏 其實它是 在這個宇宙虛空 充滿了 是有東西在這裏 有什麼 精神通達的智慧 有知覺 有充滿光明的 在這個境地 不動 三媒 三媒就是沙摩地 我們叫做 正定 正壽 為甚麼呢 這個跟我們的壽運有關 我們的壽運 一講壽 即是說 識 外間的景象 是吧 瘦 是不是瘦 有我的本體 透過六根就接受 是吧 六根對六層 喜歡 不喜歡 就想 哎呀這個這樣好啊 這個這樣好啊 都是這樣做啦 於是行 又決定行 然後記得在色田 所有的壽運 我們由一出生 咬咬咬 這個產房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接受這個世間 對不對 給不同的東西吸引 我們的壽運 一陣就這樣 一陣就這樣 是不是變幻的 是不是生滅的 此起彼落 有沒有停過 沒有 直至到百年歸老 他又來來玩過 是吧 做貓有貓的壽 做人有人的壽 做天有天的壽 對不對 做修行人有修行的壽 做顛倒夢想的顛倒夢想的時候 那個壽運 在佛教給一個名字 叫做邪 不正的壽 這個壽運 未擺正過 是不是 要是擺左要是擺右 要是擺前要是擺後 這個壽運 不正 那什麼叫正壽 壽運 完全擺正 完全不受宇宙虛空的一切物質帶動的 好似宇宙虛空 有個地球正在轉 有個太陽正在轉 有個月球正在轉 對不對 有太陽系正在轉 有無數銀螺正在生滅動作 但是宇宙有沒有動過 宇宙會不會被它帶動的 這個我們這樣形容 知覺 精神 包容一切 以不給一切帶動的這種精神狀態 名為正受 所有我們說世間的禪定 外道的禪定 異成的禪定 其實都希望得到這個顯現物 精神狀態 不給一切如夢如幻的假象 殺那殺那變幻的色象陳奴 干擾的這種清淨的狀態 我們名為正受 這些形容詞 如果是修行人 每一句都可以令你入定 如果你的心能夠follow到 跟足 跟貼它的話 你就可以進入到 當時佛菩薩的心量 這個如來的心量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猶如虛空 盡之一切 不為一切帶動 叫做三回正受 一切如來光嚴注尺 一切如來 包不包括你將來的 即是你將來成佛都在 都是這樣 三世諸佛都是這樣 所有正道佛 就是顯現到這種圓滿正果 一開始已經講了個果 你以為有哪本經是這樣講的 沒有一本經是這樣講的 個個都講 我現在應該怎樣修行 你現在這樣 學行路 學吃飯 這樣而已 絕惡莫作 衝善奉行 食波板糖 自正其衣 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都是在壽韻當中 給不同的事 啊 是真真正正用生命暴施 用血肉暴施行順眾生而剩下的一切妙行公德 而顯現種種慈悲的光芒 光是要來做甚麼的? 光是要來照耀的 光可不可以醫病? 可以的 光可不可以令你離苦? 光可不可以令我們滅孽? 我們今天講這本經 三世諸佛的光都照我們 厲害嗎? 為甚麼我這麼緊張? 我很少叫人來聽經 真的 來得到有如是因緣 一切如來光嚴鑄馳 如來的光片滿虛空 就住在這個大定當中 即是平日如來不動 你就可以這樣形容 這堆東西形容就可以了 一時佛入於神通大光明莊 三會正受 一切如來光嚴鑄馳 功德的光芒 永遠上傳 行詞 互念眾生 是諸眾生清淨各地 原來這個真實的景地 是所有眾生本來的面貌 我們看到一隻蟻、蟑螂、琴佬、老鼠、癡味妄亮、夜叉羅撒、天龍八步、有錢人、窮人 所有的眾生 原來他本來是這樣的 因為一染就變成這樣 那麼多事情搞 是諸眾生清淨各地 一切眾生將來都會顯現這種最真實的知覺景地 這是不是知覺來的嗎 不起伏的知覺 你不要說他沒有 有啊 盡知的 但有沒有我在呢 沒有 你有沒有我 沒有我又沒有我 為什麼 所謂的我都是亡 所有眾生一來我 就顯現這種清淨的知覺景地 身心殖滅 有沒有身呢 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呢 有身就掛外了 諸如此類 我有我自己的感覺 有心 有心意 所有身 過去的身 今日的身心 明天的身心 全部 都照透了 好像X-Gray一樣 照透了 宇宙的空直本體 好像 這個是以如來的景地 用果地 來到去形容的 形容世間 盡知一切眾生的身心 是不是所有的身心 都不能夠離開這個境界的 是不是如來盡知 每個眾生在想什麼呢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將來會為什麼 解釋 如何修行 如何成佛 那個虛空知不知道 為什麼 這是一切眾生的清淨各地 身心殖滅 如來 不染身 如來 亦不染心 不染心的定義是怎樣 如來是否有一個知覺 你問他 他回答你 這個算不算如來的心 算了 如來染不染這個心 留意一下 好像我們演戲一樣 猶如幻師 道諸幻眾 幻師 是否有幻師的角色 道諸幻眾 幻眾 是問他話 幻師是說法 是嗎 但是這個幻師 會不會說這個景象是真的 那 留意一下 所以叫做身心殖滅 如來的身上 如來的心地 都不染的 這意思 所以 在妙覺菩薩的景地 是沒有成佛與不成佛的 因為一切上 都是拿來盜眾生的 你明白嗎 沒有上的 我們沒得追的 警戒 他說圓滿十方 整個宇宙虛空 有沒有缺漏 沒有缺漏 這個知覺是正片之一切 不宜 甚麼叫不宜 先說有宜線 宜邊 有加就有減 有生就有滅 有上就有下 有左有右 是不是這樣 有正就有邪 有佛菩薩就有魔王 凡是一染世間 就立了耳邊 對不對 一知世間是假 我只是拍戲 到底有沒有皇帝 有沒有黑衣 有沒有天堂 有沒有地獄 有沒有成佛 有沒有魔王 劇本 一知是假 明為 不宜 隨順的話 好像看世間 有世間法 有出世法 有大乘法 在當時如來住在這種三會的境地 正片之一切真相 但是同時期 看到世間 所有的一切現象 很多分別 但是這個虛空包容 隨信 但是不分別 這意思 意味著 小學生 他就現一個身形 就導這班小學生 中學生 又現一些身形 去導這些中學生 大學生 他又現不同的身形 去導大學生 令他們 同顯這種知覺 但是 在這樣的期間當中 他對於當中的分野 有沒有其妙的 沒有包容 隨信 但是 沒有起分別計較 名為 不義隨信 沒有兩邊的 沒有說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生死了 這樣就成佛了 這樣就小成 這樣就大成 有沒有這些分別 但是在染著世間 為要導染的人 因為他執著 我就要在他的基礎 跟他說執著的事情 他執著生死的 跟他說 怎樣在生死 幸福 他執著解脫的 跟他說怎樣解脫生死 他甚麼都不執著的 他想救眾生 想成佛的 就跟他說如何救眾生 如何成佛 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會不會計較染著的 不染的 這樣就叫做 不義隨信 隨信一切 我想問你 是否適空原容 是否卑智相運 有沒有離開大成法 你不要小看這幾句說話 這幾句說話 不是形容菩薩的 是形容誰 形容三世諸佛 是否一切佛 這就是佛地 我們現在說 我們想說 登地菩薩 初地 四地 以內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國 你都可以更多說 你可否說佛地 給我聽聽 《圓國經》一開始這幾句 就是佛地 那有沒有眾生 他不隨信呢 隨信 是不是包容 他言甚麼身上都可以 是否身心直滅 不以隨信呢 留意一下 這是不是般若 所以般若叫佛果 又叫佛母 沒有的 不過形容這種 住於世間 染 片滿世間 廣道一切眾 而同時不染的 這種智慧 叫做般若 所以般若又是佛母 又是佛果 兩者都是 好了 圓滿十方 不義隨信 一流氣 解了 這段 嚴格來說 大家 可以回去 所以我自己 我記得 我最初學佛經的時候 我最初看這本經 我只看這一段 看完之後 我坐了兩個小時 不是我想坐 看完之後 我就坐了兩個小時 如果我要 現在我知道的解釋 就是佛家慈 大家不妨好好讀一讀這一段 你修定的話 麻煩你讀這段 在讀之前 求佛家慈 求十方三世諸佛家慈 希望我們的身心 組入 引入這一段經文 所講的以來 由余來 佳我們 即是帶著我們 拖著我們 進入余來的境地 逐句經文 去體驗它的實意 近諸者情 對不對 你一天近諸佛 這個就是佛了 這個就是佛地了 你不要看它 它形容佛 寫得出來 就讓我們受用了 大家不妨回去 看這一段 逐句說話 去體驗它當中的解脫 然後明白自己如幻 發應如幻 很快你就會進入三枚正手 不知不覺的 這段是不得了的 好了 繼續說 於不義境 現諸淨土 這句說話 告訴我 這個地方 不是在世間 《華嚴經》在哪裡說 雖然說在世間 但是對著一切天界更新 《華嚴經》裡面有說 《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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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經》《華嚴經》 是不是這樣? 報生是否指一切行大乘的應身佛 在廣道無量世界的眾生 將一切為土化成淨土聯邦 而成就一個蓮花莊嚴香水海? 盧舍那的佛國土有二十層 一個倒轉的大寶瓶 釋迦如來的五族惡世和極樂國土的阿彌陀佛 同在第十三層 那你說這個盧舍罵佛的佛國有多大? 所以我覺得這部經的記載很特別 我覺得它不是在人間 所以一會兒我們大家看看出場咀 沒有一個人間 沒有一個凡夫 異成都沒有 全部是大菩薩 全部都是不退轉菩薩 它說 在這個不義境 即是在一個無染一切或 即是執著分別的清淨定境當中 而現出多少淨土? 諸淨土? 四個字很簡單 知不知道為什麼? 現出一切淨土 淨土是指什麼? 佛國 現出一切佛國 你說這部經大不大? 是 我看的經典 我可能跟其他人看不同 因為很多我們看的經典 在人世間講 針對我們人的行為 人的思維 我們容易理解 但這本經 它是對大菩薩講 點成佛的經典 怎樣去現諸淨土 接著與大菩薩摩可薩十萬人驅 現一切淨土 即是一切淨土 也有菩薩聽到 三世諸佛所教大菩薩修行 成以上我們所講的景地的法門 正原國法門 這本經厲害嗎? 是佛國來的 我認為世間再沒有一本經 跟這本經 那個結果是一樣的 世間的經典 好像我們上次說 《靈嚴經》是針對比丘 因為柯蘭差點被大凡人咒迷惑 破戒體 佛叫文殊菩薩請了他們回來 和摩登騎女一起回來 佛就問他七處精心 你的心在哪裡? 接著跟他說 你們似多聞 不修無漏之行 不修無漏之行 所以就教他 告訴他 一切修行人 之所以 為何會似呢? 因為有我 有我 就咬多聞 不明兩種根本 因為我們本來 人人具足 圓明清淨的知覺 但是你偏偏用一個網執的攀原心去學 所以你用一個攀原心去追 所以 猶如煮沙肉球皆賺 於是乎就對一個聲問人 教他怎樣四清淨明悔 不要淫殺盜網 然後要怎樣修行 避免所墮入天仙 很多這些 四生九有的眾生 不要驗像 怎樣可以收靈嚴壇 怎樣證大佛頂守靈嚴 叫二十五位證到元通大使出來 講述他們證元通的經過 整本經是教 比丘怎樣去證元通 有主旨 他的針對是比丘 一生我要證元通的 乃自然一旨 供佛諸如此類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是元通 希望得到一種 以比丘的身份 這本經有談及到的 遲些有談及到的方法 《妙法年花經》 佛是對著一些 覺得自己以正阿羅漢 以正癖之佛的人 因為他的心念不未大 以小為足 未得為德 未正為正 佛對著這些人說 你要法大乘菩提心 要守無量義法 無量義就是妙法 從一發生無相 能夠導引一切眾生 例如怎樣 你要記住 轉入大乘 化乘慾 你不會以為有聲聞原覺 沒有的 佛無有餘成 只得一乘叫佛乘叫菩薩乘 就勸到由 覺悟了的比丘們 聖人們 回小向大 接著發阿柳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好像上北興菩薩 恭敬眾生 疾得妙法年花等等 一聞妙法年花 積蒙諸佛 授記 將來作佛 這個是妙法 剛才我們講《金剛經》 就是離一切上行 一切善法 都是講一些發菩提心 應該要怎樣做 所以在個恩地 和他站在個恩地上講個果 但是這裏不是 這裏站在個佛的果地 對不對 一講就講了結果 然後看回那些恩地走 所以實在不會錯的 你站在個終點上看下來 我們不是 前面那些經濟人 在出發點上去找個終點 去找 還要找 是不是 分分鐘找錯的 但這裏在個果地上看下來 沒有錯的 看完這條路這樣走 這條路這樣走 這條路這樣走 哪條路都是來到我這裏 對不對 所以這本經不能錯的 欲求大乘修行的法門 所有的修行人 一明了完經 他不會再錯的了 為什麼 三世諸佛共所守護 為什麼我 這麼凝重這麼凝重去講這本經 因為我這些生人講經 我都自問很膽 是嗎 但是我講這本經的時候 我真是求佛 求佛加備 希望我能夠講到裡面的實意 希望能夠為現在 乃至將來的眾生 有一些參考 有價值的參考 好了 現諸淨土 在不義境現諸 現到一一的佛土 所有如來 這些所以成佛 都是因為明白這本經的實意 嚴格來說 與大菩薩摩可薩 十萬人驅 當時 在色尊 在這個世間 入這個定的時候 與此同時 在會的有哪些人呢 有十萬個大菩薩摩可薩 留意一下 不是菩薩 是摩可薩 摩可 我們說 修前陸地的 即是布施慈戒忍 精進禅定邦耶 未到摩可的 他最多解脫 摩可就大 無盡的大 你一發了慈悲喜捨的心 方便行順一切 你的心開始大了 對不對 你的心已經包宇宙虛空 我誓舊虛空 十方三勢一切眾生 你的心算不算摩可 算 因為沒有窮盡 接著我做不到 那我就發怨 我的怨也騙滿十方三勢虛空 你的怨可不摩可 你的怨為因 你依願而行 你就有力了 明白嗎 力也騙滿宇宙虛空 你的力算不算摩可 無盡的 有力 有怨 有行 於是乎成就一切種治 你的治算不算摩可 這樣的人才算是摩可薩 所以一日未發大心 一日未立弘願 一日未發真真實實的大菩提心 我要成佛 我要令一切眾生成佛 這個叫做大菩提心 我要成佛 我成了佛才算 才再度眾生 算不算大菩提心 不算 是為生死 求成佛的心 對不對 屬於小字 有 有 你想自己成佛 但是是小字 不是大字 真正超級大字 那些是怎樣 我要先令一切眾生成佛 我然後方取正覺 是不是大字 所以這叫不思義 因為他的願力大 他的智慧亦大 他的方便力大 所以能得十方三誓諸佛 異口同聲讚嘆 全部有前因後果 好了 這裡所說的 所有出席這個聚會的人 有份聽得明 參與啟問的人 全部都是菩薩摩科薩 有多少人 十萬 其名約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文殊施利菩薩 普賢菩薩 普雅菩薩 金剛藏菩薩 微納菩薩 清淨慰菩薩 威得自在菩薩 便陰菩薩 淨諸孽障菩薩 普國菩薩 元國菩薩 言善守菩薩等 而為上手 總共有十二個 這些菩薩 你們想要了解一下 他們的典故 自己回去查 我不提 因為我不想把太多的知業 影響了 干擾了我要解經文的實言 每位菩薩都有他無量功德 說一劫十劫都說不完 但是知道了這些 有些是法王子 有些是不退轉菩薩 皆是在座啟問的有恩怨的人 這十二個人的次序 十二個菩薩的次序 也是這本經啟問的次序 不過也是 當時天龍八部記下這本經的時候 一直記的時候 就將這十二個人的先後次序 順序記下來 除了這十二個 還有很多 這十二個是帶領著 當中的十萬菩薩 以為上手 當然是普賢菩薩問先 和言善守菩薩問到最後 OK 我們知道了這個典故 看經 很重要的 我們要看出場罪 這個屬於罪訓 罪訓是解釋這個 這個聚會的緣起 出席的人士 如來當時的狀態 或者當時的環境 是甚麼背景下 產生這個聚會的法語的對答呢 好了 有一次 如來 在一個清淨的法會當中 現出十方清淨的淨土 當時如來入了一個神通大光明狀 三會正受 不義隨信 能夠在當中 與諸大眾 令到所有在會的眾生 同入如來這個靜定當中 安住如來平等法會 以佛的神力 令到所有參與這個法會的眾生 都入了這個定當中 是否所有人 面見如來 和如來安住一種禪定境界 很愉快 發起了 好像我們說 為甚麼 在末法時期 我們這麼難 正果呢 不要說我們在家人 在家人 收定難不難 都幾難 一來很難找到好的老師 參閃時有很多妄想 甚至有很多不正確的觀念 干擾我們 又叫我們觀甚麼觀甚麼 越觀就越煩 他其實叫你好像一杯水 放在那裡 不要攪拌他 你還在攪拌 你怎麼攪拌到清水出來呢 你本身已經那杯水 混濁到這麼膠關 對不對 五顏六色 你還在攪拌 還在加點油 加點醋 加鹽加醋 再攪拌下去 那杯水真的沒有眼看 他又說收閃定 但是收閃的作用在哪裏呢 作用一定要講 不說法 你參閃真是很危險的 一定要知道我們為何要參閃 稍後我們會有講到 因為裡面有講閃拿車摩他 沙摩佩提裡面 這些收閃的法 一定會開了正法眼 記住不是我作的 佛經講的 不過我試用我的理解方法 去解釋出來和大家分享 好了 在佛住世為何會有這麼多人的正果 在現在這麼難的正果呢 原來就是善知識的問題 你細心想一下 如果我們在座都是佛弟子 佛台日日行黑 我們跟著去 黑完回去 跟著吃完東西 洗淨手腳 聽到說法 說完法之後 看見如來 放金色 微笑 入定 你會不會受感染 不小心我入定 因為剛剛如來說完法 我入定 如來說完法 我入定 沒有多久我是否達到 還有我 我的心可以印住你的心 原來人的心可以影響其他人的心 不知你們能否感覺到 你去影響人也可以 你去激他也可以 你哄他也可以 你寧靜他也可以 你安慰他也可以 留意一下先 你說諸佛的心是否印我們的心 所以為何念佛 好容易入三會 好像婆羅門女 他是否端助念 各花定自在王如來 一日一夜 忽健自身 是否這樣 為何端助念佛的名字 可以入定 因為佛互念 我們的心是否印住 剛才所說的 他是殖滅的 不過是隨信 隨信即是碰到我們 他不隨信便碰不到我們 因為他隨信 一切眾生 所以一切眾生 都可以碰到他 是否成就廣大 圓滿無外大悲心 全部原理一樣 全部貫通了 所以我們的心是懂得投靠他 你一碰到他 沒多久 這個人是初過 水托援 這個一二過 斯多喊 三個阿羅喊 這個四個阿羅漢 佛知不知 知了 一看就知道誰可以 誰未可以 誰爭相慢 誰驕傲 誰發大誠心 誰真 誰假 誰自然 如來一下就知道了 為何 他的心是貼著的 所以 在如來住世的時候 跟著如來的人 自然正果 需要修行嗎 不用 連修行的念都沒有 你近得多 近諸者情 對嗎 所以這個 令到無數 無數人正果 這班是甚麼 這班是大菩薩 大菩薩如果我們在極樂國土算 花開見佛 五無生 花開見佛就像妙法蓮花 未做到大菩薩 就去供養 修普言行 禮敬之佛 清讚如來 廣修供養 一路騙滿十方虛空 即以食時還到本國 是否這樣 凡食驚行 這些是修緊供佛法 所以一一如來 都講 當之是人 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眾諸善根 而冤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眾諸善根 他才有大智慧 是否越近得佛多 你的業力越澄清 越有智慧 就是 所以這些菩薩 已經能夠安住如來 清淨平等法會 菩薩摩克薩 嚴格來說是 一一佛所 都有他們的應化身 是否在行同言怨 這班全部是摩克薩 摩克薩的能力就是 能夠一一佛所 現一一身形 就是摩克薩 但未是摩克薩那些 未得的 未得的 雖然發了菩提心 所以菩薩有五十二位 就是這意思 好了 與諸眷屬皆入三會 同住如來 平等法會 與諸眷屬是甚麼人 是十萬菩薩 所化道的眾生 對不對 這些就叫眷屬了 好像地藏經說 以時無量百千萬億 地獄處分身 地藏菩薩 與諸眷屬 都在韜利天出現 與諸眷屬 經他道的人 經他化道的 都是菩薩眾 只有菩薩眾 才能見到佛 只有菩薩 才能安住如來 平等法會 為甚麼能夠 皆入三會呢 答案是 諸佛互念 沒有佛互念 進不了 因為我們的妄心 你都不向佛 你攝受不到如來的加備 我們要打開心 貼著如來 你就會感覺到 如來帶著我們 皆入如來 平等法會之中 大家想想 你想想 我們拍戲 你把這個景象拍出來 所有菩薩 安住如來 清淨的三會定境 是否智慧 精神 很澄明 沒有妄念 留意一下 安住了 當時 發生一件事 就是以文殊菩薩 為上手 從大眾宗 即從座起 鼎禮佛足 又擾三宅 長跪 插手二百佛言 當時 文殊菩薩 就起身 由大眾宗 即從座起 在座位當中 起來 鼎禮佛足 先禮了五體頭地去禮佛 然後擾佛三宅 插手 長跪 跪了 這些動作 就是古印度的例節 他記錄的 文殊菩薩 講到這位菩薩 有很多大乘經典都有 反而真是 南傳的經典 就沒有提這些菩薩的名字 有位 也有講 文殊普賢 乃 釋迦如來的左右協士 是不是 這個我們很多佛教徒都知道 又叫做華嚴三聖 但是在人世間當中 釋迦如來 人的弟子當中 有誰是他左右 十大弟子 是嗎 阿蘭還有誰 家攝尊者 是不是這樣 這兩個 所以 很多大乘經典一記錄的 這個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 普現菩薩 中間那個叫 彼勒遮那佛 大日如來 發身佛 釋迦如來 三身俱足 發報應三身俱足 是不是 所以 這裏所講 我自己看下去 和大日如來 這樣的觀念 因為他是對一切佛土 一切菩薩 所有修學大乘的菩薩 摩克薩 所說 最上乘的覺悟法 超級頓悟法 不是在這個人世間 講十二恩怨 講一下這個 這個 三十七座道品 不是這樣的景地 是對著大菩薩摩克薩 這些菩薩摩克薩 慈悲起始 已經騙滿虛空 已經行普然願 已經成熟了 所有的事情 由這個大乘修行的典範 一生保處的法王子 菩薩摩克薩 民主菩薩 從大眾中 即從座起 用好恭敬的禮節 又要三宅 長貴插手 二百佛言 接著講些甚麼 留意一下這句話 我會問回大家 因為這句話是很重要 最重要 是這句話 引申圓國經 大悲世尊 願為此會諸來發中 他說 大悲世尊 他不是稀有世尊 又不是大致世尊 他用大悲世尊 他用大悲世尊 應用了 悲通常是怎樣才會用悲的 慈 我有好東西我分給你 慈外 悲 是因為看到不好的事 怕不好的事發生 是不是這樣 留意一下 記住 這個問 是為所有將來修行大乘法的人 很容易走錯路的修行人 啟問 所以他用悲 大悲世尊 如來你慈悲 你慈悲 文殊菩薩 知不知道將來有眾生 可能會走錯路 當然知道 不知道就不會問 所以這本經的緣起是甚麼 是文殊菩薩 以他的智力 看到我們這個世間 將來有修行人 行大乘的時候 很容易走錯路 這個動機 而啟問這本《圓國經》 留意一下 這是重點 他說 願為此回 希望 我願望 世尊 你能夠為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聚會 諸來發眾 一切來自不同地方 參與這個聚會的 求佛法的修行眾生們 說於如來 本起清淨因地發行 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 遠離諸病 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 不墮邪見 記住這個重點 就是這本經的原始 沒有這個問題 佛是不會說法的 大家坐在這裏 你又覺得舒服 我就覺得舒服 知覺不受干擾 住於如來清淨定景 但是 你只是一個知覺 記住 果報還在演變 但是 你連這個果報 你連這種感覺 都能夠照破 名為真正解脫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當時文殊菩薩就看到 將來之世 留意一下 能使未來 末世眾生 這是很多文章在裏面 無端百事 為何不講正法眾生 不講像法眾生 為何要講末法時期的末世眾生 為何呢 有原因的 好了 我看佛經 看多一些 人家可能 沒有那麼容易留意的事情 他說 今日 在會這班人 是不是菩薩來的 禮了佛 安住如來清淨法會 但是 這班人 將會做些甚麼 住完這個法會之後 他們會做些甚麼 記住 他道眾生的 你明白嗎 所以 這班人 將來就會 在這個世間 繼續廣道眾生 當他行菩薩道的時候 如果他現在聽過余來 你說的這番話 他以後就不會再走錯路了 對不對 是為 你留意一下 諸來法眾 即是這班菩薩眾 是不是將來他們求戴成者 堵塞他們 堵塞他們 堕邪見 他的目的是為這班菩薩眾 留意一下 即是說 這本經是對菩薩講的 現在這班人 來自不同的佛世界 但是他們都發願將來度眾生 可能發願 在這個世間 去度眾生 因為菩薩的願無盡 記不記得我們說的普賢怨 普賢怨很厲害 這些說話 只是對菩薩摩薩才可以理解 就是 我今天發普賢怨 剛才說過 禮敬諸佛請贊原來 皇室共長 隨己功德慘悔業長 請佛住世 請穿法律 常除佛學 行順眾生 混賤回向 他這些十願 很厲害 怎樣願 所有宇宙虛空 一切極微塵素佛國土 所有 過去那些是否包不包 現在那些當然是包 將來你成佛的國土 包不包 都包的 一念入三世 一個願令到我 下一世便騙滿 所有佛國土都有我 對不對 是否禮敬諸佛 現在他們是否 稱讚如來是否 廣修共養是否 隨己功德是否 參富業長是否 常除佛學是否 請佛處世 是否請穿法論 是否行順眾生 將來釋迦牟尼佛 入滅之後 這個世間 這班菩薩 會不會行順眾生 會的 他們會不會 一個不小心 執政了修行的病態 沒錯 民主菩薩 就是為了這班人 將來在五族惡勢 在五族惡勢 繼續道眾生 會出床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如來面前 叫這個如來 狠請這個如來 教化諸來的法眾 這班人 這班是當機 教他們在五族惡勢 是 做甚麼 求戴成者 這班是否繼續求戴成者 不是求戴成者 聽不明白 不知說甚麼 不墮邪見 不會墮於不正確的見解 作事與應體投地 如是三請 忠而復始 欣不欣勤 即是 原來你講一下 講給他聽聽 不是 是很認真 因為以民主菩薩的智慧 如果佛不講這本《圓國經》 再會有很多眾生 在這個五族惡勢 行菩薩道法大誠心 求學大誠 利益眾生的過程當中 是會生邪見的 是會堕而妄的 是甚麼意思 跟著怎樣 老師 希望你為我們說法 一請 老師 希望你為我們在會的人說法 講清楚 二請 老師 希望你為我們在會這麼多人說 欣不欣勤 欣勤勸請 是否整轉法論 是否為在會 準備在五族惡勢的 所有大乘修行人 來求佛 教一些永遠不會走錯路的法門 我們有讀過弘法導師培訓班的同學 都知道 但是有些未讀過弘法導師培訓班的新朋友 可能未必了解得到 先問了大家 正法住世 像法住世 沒法住世 大家知不知是甚麼定義呢 不知 講一講 所以他有個沒世 沒世 沒法之世 正法 所有如來 住在世間 一定是正法住世 因為最真實的法只有他才認識 有佛住世沒有叫做末法的 不可能 有佛住世叫像法 不會的 有佛住世就叫正法 佛住世就是正法住世 正法九主請佛不要入獵盤 請常住佛法 佛住世間 佛陀說我入滅之後 本來一千年正法住世 即是在一千年裏面 我的弟子們都能夠根據我所講的方法 正確去受用佛法 住持佛法 雖然佛不在 但你問佛的弟子 佛弟子都可以告訴我們 正確的修行法 這叫做正法住世 像法住世就是說 隔了一段時間 聖人一批一批已經完了 因為佛要道的那班人已經完了 因為兇勢的時候 這班人很短命 一會兒就沒有了 退出來 更短命 真的很短命 延續的功夫 但是沒有老師帶 就會有一些曲解 表面像 但實質的含義 離開了 叫做乍 相 algu contacts佛法 但是你覺他 disciplines 做出來的行為 都好像佛住世那時候 但是他解錯了 或者住錯了 像法 開始有些什麼 什麼叫末法呢 末法 正法住世一千年 後一千年就叫做像法 再後一千年 以後一萬年就叫做末法 末法時期是什麼 連樣子都改了 慘了 像都不像 華佗就是華佗 黃綠就叫做黃綠華佗 開始他有華佗的名字 佛就佛 我就叫做現在活佛 記住 有佛就叫做正法 沒有說有佛就叫做末法 不可能 但是在末法時期是最多佛 但是那些佛都說現在是末法 我不知道 很多佛都說現在是末法時期 我現在是下來這個度眾生 他不知道原來有佛就叫做正法 這個真是很簡單的 你去定一下他是不是佛 佛已經說了將來的佛叫什麼 微辣 微辣 那你是不是微辣 有個說他提早來的 那你相信就相信 但是他現在是末世 或者叫末法 他連正法、像法、末法的定義 他搞不通 那當時佛的義母 即是義母想出家 佛陀說 不行 在我爭團當中 柯羅漢都不會是女生 我不會聽她女性出家 那當時柯蘭就 義母帶大我 她也想出家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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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柯蘭呢 都是親人 是表哥 於是柯蘭是表弟 就是求佛 聽他 給他 又求一次 佛說不行 再求一次 不行 第三次再求 如是恩怨 你都求了三次 原來求佛很簡單 求三次就肯了 不過有一件事 往往都是求第三次 他才說 不過呢 記住 他不說 或者他不同意 那些有原因 他說 如果女性出家 不守八敬法 他說女性出家 因為女生的雜氣重 就是佛同不是歧視女生 而是那個雜氣 你不去改的話 爭團 爭團 爭團是代表佛 對不對 佛是不是醫王 佛教的弟子 都是醫王 將來 佛穿出家的衣服 就是醫王的衣服 那個比丘穿的衣服 是不是醫王的衣服 即是醫生袍 對不對 你穿了醫生袍 有人相信你 有人 一病就找你 對不對 那你醫到人 就沒所謂 你醫壞人 要不要什麼因果 那再 弟子全部都醫壞人 那就收檔 不用做了 是不是這樣 很簡單 所以他說 他說 曾人 就是一個代表 他說如果女性 修 戒行 要修 修多很多 三百幾屆 比丘來 二百十屆 都是針對 項服他們的集氣 他說還要修 白勁法 白勁法表面看起來 很不公平 就是說 女的要頂禮男 不管新出家也好 不管是一個舊出家的比丘 都要頂禮一個新的比丘 諸如此類 還要做錯事 要向男的比丘 去講述錯的地方 求這個 這個 這個 的懺悔 等等 他說如果不守的話 我 我的法在世間 正法會減半 得回五百年 漲法會減半 得回五百年 進入沒法 終於 類情出家了 我們看到 整個印度的佛教發展 佛入滅後 三四百年 很多外道 將外道的東西 運到佛教 很多的很複雜 婆羅門 拜佛 奇纳 什麼都有 聖力派 就全部混在下來 立了很多宗 很多派 這樣 講多兩講 就不是講釋迦麥 另起勞造 就講其他 那些 將婆羅門教的 那些 漫草羅 Mantra 結界 共養 歌頌 念咒 那些 搬下來 終於 一千年 真是一千年 印度的佛教 沒有了 是沒有了 不是 剩下一點 現在印度的佛教 基本上 幸好我們漢傳佛教 帶回去 也有南傳佛教 在那裡建立 在印度 整個佛教 幾乎是消失了 都是婆羅門教 即現在的印度教 以及伊斯蘭教 這兩大的宗教 也控制了 何故 沒有戒律 將佛法 全部瘋倒 所以 在當中 正法 減半 像法減半 沒法減半 那正法 是不是有多聖人 會不會有多聖人 因為有佛出世 就是有阿羅漢的 所以佛一出世 他過往生度的人 自自然就埋回他堆 自自然 自然 見到就蘇法自樂 是不是這樣 沒多久就正果 自然的因緣果索 你明白嗎 不成佛 不覺就不行 因緣到 薄一聲就降落了 降落了 是不是離開了 佛入滅 他們就入滅了 沒多久 那正法那批聖人 就沒有了 離開了 除佛 生在其他佛國 或者除佛 隨著縣 或者成縣再來 就去到漲法時期 漲法時期 就開始變化 對不對 我們不是講解過 星期三 不是講過 藥師流離光如來 就是 文殊師利菩薩 問佛 在漲法時期 怎樣去利益 修行人 佛就講 當漲法時期 如果有修行人 走錯路 叫他怎樣 貴命禮敬讚嘆 慈念 若師流離光如來 要明白 他過去發過十二大願 解釋過 然後在成佛時 涉了一個陀羅尼 光宗化現 陀羅尼 所以慈念這個陀羅尼 能令一切 走錯路的修行人 能夠安立在如來的正道 疾得阿紐多羅 三秒三暴體 是不是 所以 他針對著 好了 正法 聖人很多 像法 沒有聖人 那抹法 還有沒有聖人 沒有 那惡世眾生多不多 菩薩多不多 菩薩多不多 菩薩更多 真是菩薩很多 但菩薩知不知自己是菩薩 記住菩薩不知自己是菩薩 菩薩的威德力如何才顯現呢 因緣果報熟才會出現 大家在座都有人聽過《地藏經》 《地藏經》 《地藏經》 《婆羅門女》有沒有神通 《婆羅門女》知不知說佛經 《婆羅門女》知不知打坐禅定 《婆羅門女》知不知打坐禅定 《婆羅門女》知不知念陀羅尼 《婆羅門女》哪忽似菩薩 他只有一個願 《地藏經》不是《孝經》 《孝經》是《父母恩重難報經》 《孝經》是《父母恩重難報經》 《婆羅門女》 《地藏經》是一個授記的經典 是釋迦牟尼佛在一切諸佛面前 將這個 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眾生 交給地藏王菩薩 令到祂照顧這個世間的眾生 不要令到祂落三惡道報 因為末法時期最多人落三惡道報 惡人多 顯令生天 受聖妙樂 將天人交給地藏菩薩 所以《地藏經》是在韜利天說的 《現在未來天人眾》 《天人眾》 留意一下 《吳金恩勤附足與以大神通方便道物》 《諾在諸惡趣》 《地藏經》是在韜利天說的 是將天人交給地藏菩薩 你說天人尊不尊敬地藏菩薩 當然尊敬不得了 禮敬地藏菩薩都轉爭天福 只有七種利益 最後叫不景成佛 人世間 所以天人都會守護這個人世間 哪一個人禮敬地藏菩薩的 自然得到適凡諸天一切土地寧奇 所有鬼神擁護 百猶尋來無諸災難 所以這個 在末法時期 記住 菩薩在這個世間當中 是會分身無數 是這個五族惡世 越是惡世 是不是越多菩薩呢? 火牆裏面有救火源 正不正常? 正常 沒有火牆 救火源來做甚麼 是不是呢? 每天在極樂淨土 那一百劫又怎樣呢? 那一萬劫又怎樣呢? 都是這樣清淨 對吧? 你甚麼都要學齊了 總是沒有東西給你表演 那你行不行? 但是一來這個五族惡世不得了 我用表演這個 真是可以用的 遊戲 為甚麼呢? 生死是假的 極樂國土都是一個化生出來的國土 是不是化生? 我們去到極樂國土都是化生 所有世界當中 你去一切世間 廣道眾生的期間 菩薩是視之如夢幻泡影 所謂空花佛事 對不對? 不真的 菩薩真是當 猶如幻師道諸幻眾 我們遲些會講到 好了 這裏所講 在末法時期 原來是有很多大乘菩薩 隨順眾生的 惡業眾生的流傳 來於以化道 如果是大乘菩薩的話 你可不可以禁止他的菩提心? 你不要發了 你即是靜泛王 叫阿悉達多太子 你不要求這些無謂的事 這麼無聊 怎樣解救一切 眾生生老命死苦 沒有可能的 你跟著做皇帝 看看娶多少個老婆好過 看看如何去擴展你那個國土好過 看看生多少個子女好過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一般人是否想自己的事 但是如果這個菩薩根的話 他會不會想自己? 他甚麼都不想的 他以一切眾生的生死 痛苦為自己的痛苦 這就是菩薩眾 你按不到他的 所以 你是菩薩眾的人 自然聽經文法 自然發起菩提心 自然生起度生的想法 你可不可以按的呢? 按不到 但是因為這些菩薩 成怨而來 他過往生的雜氣 過往生的恩緣 與眾生之間的恩果關係 往往會令到他 住在當中 戒懷在當中 畢境所迷 一迷就容易走錯了 所以 民主菩薩 觀在會的大菩薩眾 知道他們 將來 如果在度眾生的期間 在這個末法時期 將來之勢 他沒有了 沒有了一個正確的住持的話 一定會走歪路 於是乎 他就這樣問 他說 能使未來 末世眾生求大聖者 不墮邪見 不要掉進去邪見的圈套 作事予以五體投地 如是三請 忠而復始 記住 我遲些會問回大家 這本經 因誰問 問甚麼問題 很重要的 我教大家記一本經 就是記問題 你記到問題 記到答案 你整本經代走 不要給我 OK 於是 世尊 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現 當時 如來 告訴文殊師利菩薩 就這樣說 他說 善哉善哉 善男子 愚肯 若能為諸菩薩 s 問如來 恩第發行 该為末世一切眾生求大乘者 得正住遲 Ooooh 言 osphere 盪 世尼菩薩 奉教歡喜 及諸大眾 密言而挺 這裏知道為何如來讚文殊菩薩用善哉 我不去解釋 大家可能不知道文殊菩薩的動機 他的動機是否自己不明白呢? 不是自己不明白 他是知道在會將來有很多菩薩來這個世間 很奇怪 如果這個菩薩聽過《玄閣經》 他再誠願而來 他本身就免疫了 很奇怪 一聽他就知道 我不會這樣做 為甚麼? 因為過往聽過 你不要以為 今天你們聽 我好像有點明明 不太明白 不緊要的 你日後一聽就明白 所以這個種子很重要 很重要 一力耳根永流道種 所以一定生恭敬心 你不要管我甚麼身份 我講的不是我的事 是佛經的事 我不會叫你相信我 你就拿來參考 對不對? 但你要恭敬 不是恭敬我 恭敬這本經 誰說我們都恭敬 不用你誰說的 他講得對 更加要聽 由於聽到佛教 當時佛陀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對著你講? 你試試你其中的一個菩薩 你用這樣的第一身來聽經 你就受用到了 當時佛知道文殊菩薩的心 善哉善哉 好呀 好 善男子 你真是一個大悲大怨的菩薩摩可殺 一個真正佛治 與等你們 與等即是你們 乃能為諸菩薩 乃能 你們都能夠 今天 為所有菩薩 諸菩薩不是那些菩薩 是為諸菩薩 是一切菩薩的目的 令到他們 永遠不會錯的 知信 知即是知問 即是信問 如來因地發行 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發行 當時文殊菩薩就說 佛陀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如來你本身 這個如來是指釋迦牟尼佛 亦指一齊諸佛 本起他最根本能夠發起清淨因地發行 能夠在他的因緣當中產生一種清淨 怎樣由一個不清淨而發起清淨的結果 他的前因 他的境地 因地即是前因 聚災因爲什麽原因 什麽境地 修行什麽法 而能夠證得清淨的本地呢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由如來講 你怎樣由一切眾生當中 而顯現出這麽清淨 這麽圓滿的境地 這種方法 這麽修行 當時文殊菩薩說 語及說 所有菩薩在大乘中發清淨心 能夠講述 所有菩薩在大乘的修行當中發清淨心 大乘修行是否有十波羅蜜 布施有違 慈戒 忍辱精進 全部有違 方便怨歷哲也是有違 那怎樣在有違的大乘行當中 而發即不是發起 是現出這麽意思 展現出清淨的心地呢 能夠在廣道眾生那時遠離諸病呢 好像金剛經說 如果我說我要度眾生 而有我仁眾生受者四相 是否如人入暗中無所見呢 算不算病啊 病啊 因為他不是先發佛弟子 他不是先發菩提心 他不是先發度眾生 但他是掩世奸的意思 那麽便病了 這個就是說 如來你可不可以為在會眾生 講述如來你最初怎樣 正道清淨的因地行法 與及講給我們聽 菩薩在大乘中 應該要怎樣發起清淨的心量 可以遠離諸病 能使未來沒世眾生 一切求大乘者 不會落到邪見 如來一講 是不是有光啊 有了個標準 所有其他人 一暗我都好 一標 你說什麽一度過去 不對的就是已經彈走了 有個標準的意思 好了 所以 前面有這個問題 所以佛就讚了 文殊菩薩 你能夠問 為諸菩薩 令到他們遠離救病 問如來因地的行法 因地的修行法門 怎樣行法 與及為沒世 將來沒法之世 一切眾生求大乘者 這些菩薩來的 即是 沒法時期 一切大乘修行日 一切眾生求大乘者 一切大乘菩薩 是什麽 得正著詞 得到正確的著詞 不墮邪見 如今遞庭 當為語說 我定當為利宣說 但你們一定要認真聆聽 遞庭的意思是什麽 遞庭的意思是什麽 遞庭的意思是 譯法其實就有少少小心 不是為一切眾生說 是為一切求大乘的眾生說 所以這本經不是為一切眾生說 是一切大乘菩薩說 這才對 當時文殊施利菩薩 很開心 奉教 怎麽說呢 即是說 很恭敬領奉如來的教法 很歡喜 以及所有大眾 正事有得聽 麥言而聽 靜曬 靜應應 來到聆聽如來 準備去講 他怎麽由一個凡夫地 正入如來的清淨地 還教所有將來沒法之勢 所有求大乘菩薩 行菩薩道的人 如何可以得到正住持 不落邪見 那這個答案呢 就留下個禮拜再講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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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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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